接下来是我们找到非常珍贵的独家片段 事实上大家可能都还记得这是20年前 王永庆当时为了要在宜兰设置六亲 遭到了当时的宜兰县长陈定南百般阻挠 而在20年前王永庆还有陈定南 两个人就上了华氏新闻广场节目公开来辩论 王永庆还呛瞎说他不相信区区宜兰县长可以阻挠台速发展 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失败了 时光回到20年前为了台速六亲 能不能够进入宜兰县立则设厂 经营巨神王永庆杠上了宜兰县长陈定南 为了环保污染问题宜兰县长陈定南 说什么都不肯让六亲进场 把叱咤风云的王永庆气得顾不得在节目中公开呛瞎 两个人在华氏新闻广场中你来我往 不过商场得意的王永庆怎么敌得过选举出身的陈定南 只见陈定南面带微笑一一列举环境污染指数 但是王永庆却眉头深锁的说不出更有力的说服理论 最后六亲计划只好黯然撤退 王永庆甚至也为此父亲长驻美国两年 而这段当年的公开辩论也成为金银之神人生中少数的失败经验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我是要